打得太好了 这个是我们打到现在 就是最具观赏性的一个压锁了 确实 如果能用蓝亭墨运皮肤就更好了 好可以 一会儿去点一下 点一下 刚才他的每一个细节 其实大家在看的时候 也可以去想一想 自己怎么玩的时候也可以注意 确实 因为他在就是5v5的 招式峡谷的地图当中 其实在打的时候 也是给人这种 就是他的兵线掌握得特别好 真的很好 太细节了 又是新的一局要来了 这不会就是又有压锁吧 今天就是除了那一局蛮王之外 把压锁 这是不是第6局了 对第6局了 5局里面前面的压锁输了 后面的压锁赢了 压锁目前 压锁目前的这个胜率还可以 还可以50 但我只能说 这一局也很有看点 我们可以看到屏幕右边的这位选手 周周 前面不是说了吗 就是违心选手 上一局的压锁 所使用的选手 他是在单人路的操作能力最强的选手 然后同时最强的选手之一 然后当时的solo赛里面也基本上都是他上的 他来负责去帮助队伍来打这个solo赛 但是这一局我们看到卢仙对卢仙的同时 周周这名选手 他其实当时是让维系上锻炼心态的 怎么说 就是他也非常有资格去打他们队的solo赛 也是作为非常有强度的一名选手 然后隔壁的M821 作为一名新人选手 来感受一下 而且你看周周他一开始很有轻轻性 他上来把隐然叫了 上来隐然就压你那几十点血线 想到了蛮王是吧 就是我就用隐然欺负你带闪现是吧 你带闪现实际上是一个偏被动的这种选择 没错 我多你几十点血量 我就有优势 我就先到 然后周周是跟维新一样 在队伍里面打的另外一条单人物 他是打中路的 所以他底下的称呼全能王 全能王 然后M821峡谷保镖 那就让我更加好奇 之前的那个ABCD是什么样的说明 我现在也很想知道 三级打两级 感觉已经有点招架不住了 这就是你带一个隐然 你等于是他边边总是能擦到你 对啊 你带隐然 你不带隐然 你就是前期少个技能嘛 又是个W技能 好想做出击杀了 Q技能没穿到 隐然烫死了 伤害够了 有没有感觉他这种点到为止的帅 这蜻蜓点水 这带给闪现目前你看 也没用出来 然后也不知道啥时候用 带闪现 刚才那个他对 他对自己的血量判断 应该是我闪了为止 对 所以这个闪现带的就比较鸡肋了 当然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你 不知道对方的选手 使用什么英雄有关 我带闪现 我可能预判的是 你是战士英雄 对吧 你是战士英雄 我带手闪现 我能去消耗你 去能拉开 没想到 我打你个隐然路线 跟我一样的英雄 那我就吃亏了呀 那就吃亏了呀 对 本来想的是 我可以带个闪现去拉扯你 对 发现对面也有影响 拉扯不了一点 对 有的时候 而且你发现 就是他的滑步 永远是用来 躲对面路线 滑步上来 多A你的两下 对 这就一开始 你叫隐然压制我血量 我永远比你少点血量 相等英雄的情况下 我肯定就吃亏 我就只能躲 你就只能压制我 又是路线 侧边先滑上来 两边 护套虚弱 但是这波有点扛兵 对 现在还在扛 还在扛 5级 他身后也有药的 刚刚过来的时候 是特意避开了药没吃 但这一波兵线 已经退到塔里 可以回家了 而且招二细技能 也都在CD 这波打完炮车 现在没到5 应该是被逼出了 经验区域系 对 这波没到5 后续 周周可能要直接跳脸了 不对 刚后面的药好像吃了 但是现在经济上 差距有点大了 嗯 只要是我看到你没到5 我肯定就跳你了 哇 在走位 躲技能 比5级还有一点距离 慢呀 感觉他的技能是瞄的 对 而且他准备要月尼塔了 准备要月尼塔了 马上虚弱转好 看伤伤心理 哎呀 他被防御塔卡位了 这波差一点点 要闪现 那你走的话 防御塔要被猛点一套 对 这就是没到5的这种 最为最为致命的地方 感觉有点窒息 就是我会想到 如果输入我在上面打 我会被压制什么样子 太恐怖了 真的 这是相同英雄带来的 这种窒息感 就是因为大家的伤害技能 都是一样的 所以就你领先 我一点点 你领先在起跑线上 你就已经领先很多了 尤其是你第一波换血的时候 其实有点影响心态的 就好像两边如果说 都选垂石 或者都选机器人这种英雄 对吧 然后这位置又是火拼起来 但两边赵士技能全都交 而圣枪犀利的 对 而且圣枪犀利的这个 差异期 其实在M821这里 也没有用得很好吧 对吧 就刚才M821是自己到5级 有个圣枪犀利 我领先你一点点时间 但是实际上也很多 洗在了小兵身上 是的 那这里不怕给你换血 饮血剑 那就比较 比较变 打掉了我续上来 对 好 圣枪犀利这里也好了 这波也只能前前打一点 不过这个防御塔 可不是前前打一点 这样A掉了 无视无视 最后一发 A掉了之后 也是恭喜周周选手 恭喜 前期的一个引燃 引发的 在起跑线上的不一致 怎么样 我今天就是没有营销是吧 就是都是 确实这两位选手 操作上面是很厉害 很厉害的 对对对对 而且周周确实 我觉得也很惊艳 思路想法也非常的清晰 前期多了一个引燃 上来一级就套 让你的闪现变得 比较的鸡肋 如先 我们展示出了一种 前期对线期 可以打出压锁 打战士那种压制力 然后中期打的时候 就好像是 什么来着 狗熊打蛮王 确实 对吧 就我今天前面 看下来的那种对比 就很强烈 最后自己的等级差 等级领先的使用 利用也做得很好 我就一直领先关键等级 那个时候我就要抓住机会 无论说是击杀你也好 还是压着你防御塔也好 那波做得是相当漂亮的 人家有零波微步 零波微步 每次走着走着 就是我能躲开你的技能 但是你躲不开我的 瞄得又准 是 反观右边路线 就是那波炮车线吃完 没到5级 插了一点关键等级 直接就被对手抓机会了 确实 这个感觉 一方面预判的问题吧 然后另外一方面 其实也是经验上的 就是猪猪他一直以来 对线期特别特别注意 这些东西 我看到这个是应该 今天造成伤害里面差距 相当大的一局了 相当相当大的 这5000对上2600 对 一半了 然后经济上面 也是压制了非常的多 结束得比较早 同时也是杀了一次 还拆了塔 是 是